现在正值绿竹笋的产季 但农友却一点都不开心 以坛子来说 据新里新田里一带种植274公顷 去年9月到现在都干旱少雨 采收其灾情一片 大多笋尽细小 粗笋数低 减产大约3到4成 影响农民生计 有青农甚至收成挂弹 只能外出工作补贴生计 虽然政府协助提报农粮署 启动现金救助 但农友表示 一年一收三万六的现金救助 连本都补不回来 整片绿竹笋田收成挂弹 青农难生存 只能出外找工作 而同样也是笋农的班长林廷照 跟立委杨重英 台中心远赖朝国 实地会堪 执着干旱美水 经历的绿竹笋收成 普遍很惨 前阵子的大雨对生长土壤 必须湿润的绿竹笋后期 完全发挥不了作用 因为发损期不佳 很多因为没水而长不大 有些甚至一半就枯死 而有地灌设施的农友 也减收一半 原本应该率盎然的笋田 看不出半点生机 而巨仙里 新田里一带 就种植有274公顷的竹笋 产值大约有3亿元 平均减产4成以上 笋子本来是在于蔬菜类别 那只有一公顷 只有补助3600块 但是果树它是长期作物 所以果树呢 就是资材的部分是1万 那经过赖朝国议员 跟我们的这个农业局长 蔡金强先生 沟通之后也从善如流 将笋子来作为长期作物 资材的部分1公顷 来补助1万块 根本都没办法收成 所以希望政府 体谅农民的辛苦 尽快补助他们 市府协助将竹笋 列入天然灾害救助 以及比照果树 复根资材补助 但毕竟这竹笋 是一年才一收 农友表示 现金救助 连补贴肥料的成本都不够 今年势必赔本 只能轻轻落贴 明年给丰收 就有连加话台中 蔡风道